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选择的六级的练地曲是八音练习跟双手弹奏练习 先看一下第一个谱字八音练习 八音练习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个G调 它是八音是G调的音阶所以我们的那个首先要把琴弦调整到G调 绿色的上面的一根琴弦往右移 然后绿色的琴弦往右移以后我们的绿色琴弦是Dry的这个音 我们看一下谱面第一开始的时候八音首先要注意一下八音弹奏的时候是从哪看到哪 从下是看到上还是从上看到下看的位置不一样 它弹奏的指法也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八音下面是左手 从下往上看的话是低音区的DO SO DO 然后 MI SO DO 所以八音八好以后要注意第一弹琴的位置 不能弹到一天线上这是不行的 怕分开太远也是不行的 只要适中的距离这是第一点 第二弹奏的时候要注意从中指依次排开 要连贯 不要变成一个手和另外一个手 分开弹这样是不行的一定要连贯 这是八音 后面的小撮一定要注意几点 第一弹小撮的时候也要注意 大指食指不要分开太远 这样的音色是太远了 大指也不要太近 就注意一下适中 尽量在一条垂直线上 如果没带的话可以稍微偏一点点都是可以的 弹完以后呢 我们的手型关节是往里 错位往里收 不要变成 这样的话就出现了杂音 就碰到这两个手的 就是会有杂音 所以注意小撮 这样的话离开它会好一点弹奏 然后我们接着往后看 看一下第二排的第三小节 有个负点音符 注意一下这个节奏 这个是mi so do la mi so do so sodo mi这样子 它有个负点节奏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 然后后面的最后一排的第二小节也是一个负点 注意一下负点 负点的音节奏的问题 好大家看一下第三排的最后一小节 左手是八音大 右手是小撮 这样这个手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第一要弹琴要注意一下位置 第二弹琴要注意小撮跟八音是要同时进行的 那这个do和这个搓同时进行的 左手的无名指的do跟右手的搓同时弹 然后依此排 然后最后一排的第一小节也是这样的 另外一个手是软收也是这样的 要注意一下这些细节 好下面我给大家演奏一下圈曲 好下面我给大家演奏一下圈曲 大集合 订阅 二维 五周 四周 五周 五周 二维 我们 二周 六周 五周 第二首练习曲是双手弹奏练习 这首曲子要注意一下无名指 无名指我们在之前的时候是很少用到的 所以在这首曲子里面我们要用到无名指 所以弹奏的时候音量是要一致的 每个手指的音量都要一致 首先我们看这个曲子它是低调音阶 所以我们要从刚才的G调音阶调整到低调 把绿色上面这根音阶往左上 然后看一下谱子我们这个曲子是低调音阶 所以弹奏的时候要看一下第一小节 无名指弹琴的时候主动性要强迷 所以这四个手指的音量音质是一致的 然后这是第一小节 第二小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它的音区跨度有点大 所以这个咪 那准确度要有 后琴弦的时候准确度要有 好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小撮跟第一个音开始弹 所以弹小撮的时候要注意弹完以后手要放松 所以说注意一下左右手的配合跟第一个音是同时弹的 我们接着往下走看一下第三排的第二小节 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从小撮变换成了大撮 那弹琴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那两个音相当于在一小节里面两个大撮的声音 在这里面呢我们的右手几乎是同样的音 左手在变化 所以在这种音间变化的时候要弹完放松 左手大撮要放松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小节 最后一小节呢 左手的音是 右手是小撮 所以说我们弹左手的音的时候要注意 每个手弹完那儿离开琴弦 弹完离开琴弦 不要弹完以后放在琴弦上面 杂音会很重 好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演奏一下全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下节目中 所以说 saya现在是小时 Pepper 在那边是小时的音乐 在那里面有一个摩托彩阳 在这下节目中 而才会分享到一个摩托彩阳 在这个节目中 在这下节目中 我们自己在这里面有一个摩托彩阳 我们自己在哪里面有一个摩托彩阳 在这下节目中 在这下节目中 两首练习曲的时候,首先要注意慢来练 那弹练习曲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节奏 还有左右手配合的时候要分开弹 然后弹琴的时候弹完要放松,不要保持紧张状态 好,这就是我以下为大家讲解的练习曲 今天这节课老师给同学们讲解了 中国音乐学院古真考级的六级的练习曲 还给同学们讲了练习的方法 跟考级时容易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 希望同学们下去好好练习 祝同学院考级成功,下期再见 各位订阅ray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